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下午好 今天是2月28号下午5点 我现在在机场 然后准备坐飞机回泰 坐飞机回北京咯 帅气的小弟 谢谢你们好 感觉已经很久没坐飞机了 之前一直以来都是有人陪同 今天要自己坐飞机了 还要坐两趟 我要先飞到香港 然后再转机去北京 有点紧张 成功起飞 成功降落 一切顺利吧 好的我现在checking完了 有一个突发情况 因为我之前我没有做过转机 然后我现在有好多的转机的那个票 看不明白了 今天我爸妈就不来送我了 他们在家谈恋爱 反正瞎走吧 瞎走肯定能走到终点了 我现在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现在是5点多一点点 然后的飞机是7点15分起飞 然后等待起飞 我现在呢就是吃个饭 等餐 然后待会吃完我们就自己出发 一个人飞 加油吧 我等了一个小时的饭 我等了一个小时的饭 他终于到了 我等了一个小时的饭 他终于到了 嗯 好吃 我有点着急了 我马上要来不及了 我先吃 我已经吃饱了 然后呢 现在要去坐飞机了 我要过海关了 有一些小紧张 因为太久没坐飞机了 还有一个人坐 希望一切平安 哦耶 嗨各位 我已经在飞机上了 我现在特别累 因为我刚刚一整个大奔跑 登机口特别的遥远 累死我了 跑到我一身汗 我的天哪 但是我还是成功上飞机了 然后现在先飞香港啊 预计飞行两个小时左右 哎呀 我终于可以客气一下 我现在的头发 真的变得特别的长 我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但是我还在坚持中国 我这个长发 我看我能留多久啊 我现在不敢大声说话 我的旁边的人 已经开始看我忙了 我现在在吃飞机餐 帮你们看一下我今天 在飞机上吃的东西 已经吃一半了 那是家里猪 面包 还有一个沙拉 然后我已经吃了一半了 我才发现 早就忘了开了 我今天真的是太嘎了 从后门就堵车 然后就把vlog这件事情忘记了 到机场我才想到 哇我要拍vlog 然后拍了一半 又开始在奔跑了 刚刚就想说 大伙那个飞机餐来了之后 我就要拍一下 就我吃完一半了 我才想到我要拍vlog 对不起你们 现在看了一下时间 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 能到香港 然后待会我吃完了之后 我就要睡一下呢 我今天要流浪了 因为我到香港 我要等八个小时 我才能飞第二趟飞北京 我现在在想我下飞机了之后 能干点事 你们是否能帮我想一下 我已经到香港了 现在是十一点半 我这八个小时能干啥呀 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 说六号口 有一个休息室 然后我已经走到六号口了 我还没看到任何一个休息室 为什么我要找一个短机那么久的地方 八个小时 而且好尴尬 我七点半起飞 等于说七点停止进飞机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还睡不睡晚 我怕我睡了 我误机了 休息室在哪 我靠休息室了 我今天都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拍了 除了我自己在对相机说话 每个人路过我都要看一下 该不会是 你们认出来 我是伞的样子 请了吧 流浪日记 in Hong Kong 好的各位朋友 我离开休息室了 只仅仅用了一分钟的时间 因为他说这个休息室十二点关门 然后他说 让我走到六十五号口 等于说 我又要跨一整个香港机场 我现在就是登机口还没出来 如果登机口出来是一的话 我就要翻脸了 行吗 我再走走看看吧 六十五号口 要坐车 然后现在已经快一点了 我到那边只能待一个小时 我又得找地方 变成 人生呢 起起伏伏 都会有计划万惊喜 你干的 去哪开门 各位朋友们 我现在终于到休息室了 我好困呐 但是我又不能睡 哎呦 能不能给我一杯咖啡 能不能给我一点音乐 能不能给我一杯忘情睡 让我忘记几晚发生的事情 哎呦 我真的好困呐 我刚明明在飞机上已经睡了一个小时吧 嗯 我决定 我要开始打开我的社交圈 我要认识一些香港朋友 现在是中国时间 三点六分 她说请你五点过后再过来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 继续等待吧 没有一家电视开的 没有一家电视开的 然后我还不知道该往哪走 我现在已经洗力而做了 我可以睡觉吗 要不要睡觉吧 要不要躺着 还好买了小蛋糕 好买了 现在已经四点零几分了 还有三个小时我就能飞了 刚刚我有好几个朋友 因为知道我要一个人待在机场 一直陪我聊天 但是呢 很多人都已经hold不住了 大家都默默的去睡觉了 我们来聊聊人生吧 我跟手机聊什么人 你说 我跟手机聊什么人 你说 我们刚刚有几个朋友跟我说 你们要等八个小时 你为什么不住酒店 我说我转机 我咋出去呢 然后现在唯一陪我聊的最后一位女士也消失了 她为了陪我 她说她来追剧陪我 结果她看剧还是看得挺上瘾的 现在目前都已经四点多了 我觉得我现在如果一闭上眼 给我五分钟的时间 我在五分钟之内我肯定能睡着 百分之百 我们来玩大眼灯小眼吧 三二一 好无聊 我觉得我这个vlog真的是 时尚最无聊的一个vlog 从头到尾都是我对的镜头说话 然后待会儿到北京先回家一趟 然后再去接咖喱 终于要接咖喱了 我希望她也记得我 其实大家都说我是个瘦妞 但我觉得我挺认识的 尤其是看到外国人我就认识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怕他们跟我说英语 听吧 我要去上厕所了 稍后见 哈喽各位朋友们 现在是五点半 我又回到休息室了 因为休息室开了 我刚刚绕了一整个香港机场 还不错 看了票有没有离那个登机后比较近的休息室 结果没有 所以我又跑回了原来的位置 心上就没一进 我还有两个小时我就要起飞了 胜利就在前方节目了 亮的 哇天真的亮了 终于各位朋友们 现在是六点五十分 已经到了登机的时间了 我终于可以回我北京的家 好好地睡一觉了 一看到时间到了就清醒了 我一定要在飞机上大睡特睡 我要睡到飞机下降 我刚刚本来还想说要不再喝一杯咖啡吧 但是我想了想算了 我怕睡不着 然后待会回北京就要去试装 准备明天的活动 哇 终于要工作了 很紧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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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这么拍呢 我就想要记录一下 我再走过去的过程 我已经走了一分半了 马上到了 他走到哪儿了现在 35分了 登机这么久了吗 怎么都有人排队呢 我是看车时间了吗 到了 这是待会儿要坐的飞机 各位朋友们我已经到飞机上了 我没有太多的话想说 我现在只想睡觉 我们北京见吧 拜拜 不要管我了 我要睡觉了 再见 就是我要努力跟我 我终于有摄影师了 我不用自己拿去 太可怜了 可是我们都很喜欢拍你自拍的视角 我自拍的视角就只有我 我就想不到我要拍一些美景这些事情 我已经回到北京了 然后现在就是这就是个午餐 哈哈很开心 今天就是回味一下 哎呀终于拍录录有人跟我说话了 之前我一拍录录 身边的人都是不敢靠近我的 就大家都怕镜头 咖喱啦来接咖喱啦 咖喱啦 咖喱有点 咖喱 咖喱 它不敢玩 完了它忘记我了 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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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不记得我了 他说不记得我了 它记得我了 我今天到此结束了 睡觉了好好休息 睡觉了 明天开公佛 希望一起顺利 晚上各位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